迹象时间一起来关心天气 好 其实像我们看到的是 位在花莲玉里的赤柯山 每年的8月9月呢 都是花东地区开满 浪漫金色花海金针花的季节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其实 零零星星有一些花开了 目前赤柯山的花开大约两成 预计在8月的下旬就会盛开 好 不过如果想要到花东来赏花 或者趁着暑假安排外出活动 还是得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了 我们来看到卫星云图 其实未来一周呢 台湾的环境偏稀到西南风 水气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其实啊 整体的这个雨势呢 跟这几天比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大了 所以大家稍微可以喘口气 那么轻度台风呢 玛丽亚预计最快在今天晚上 就会登入日本 那么影响的是本州地区 对台湾没有影响 不过要前往日本旅游的观众朋友呢 就要驻一行班跟天气资讯了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在日本东南方的海面 向北北东来移动 那么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 不过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今天雨会怎么下呢 来看一下定量降雨预报图 好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清晨到上午呢 中南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的 不过呢主要来看到中午过后了 中午过后呢 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呢 东半部的这个山区 要特别的留意午后雷震雨 那么中南部地区跟各地的山区 在中午过后呢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的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外出 要记得安全 也要记得带上雨具来备用了 那么未来一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降雨趋势 好其实明天的天气呢 跟今天还是很类似 同样要留意降雨的情况 不过呢 到了这个周二周三的时候 西南风减弱 所以呢水气是稍微比较减少的 那么降雨也会相对的比较趋缓 各地大多是多云的天气 那么上半天续半部 沿海还是有零星的震雨 中午过后各地呢 同样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那么尤其呢是山区 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不过到了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啊 因为低压带靠近台湾 所以雨势的部分 同样要再多加留意了 好那么现在户外的温度怎么样呢 我们透过这个图卡一起来看 现在北台湾呢 是来到了27度 而在东半部的部分 可以看到花莲27.2度 台东27.9度 那么中南部的部分 现在温度则是落在26到27度左右 那么其实今天各地高温呢 大概落在32度到36度 大台北还有桃园 以及台东的局部地区 高温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 所以没下雨的时候 其实感受上还是相当闷热的 也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防晒 多补充水分了 最后就像小丁宁 我们来统整一下 好刚刚提到了 这个没下雨的时候 感受上还是很闷热 那么另外呢 还要再留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况 那今天尤其中南部地区 雨势还是很明显的 也要小心有大雨发生 那么青台玛利亚最快 在今天晚上就会登陆日本 所以如果有要往返日本的旅客 也可以多加留意了 以上气象资讯提供给您